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李慧怡 这位环市嘉宾有Samuel Samuel 你好 Hello Kevin 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是普遍上升 户心300指数收报5476点升38点 身份静患指数收报15223点升219点 上纵合指数收报3583点升16点 港股方面 恒指收报29962点升320点 国企指数收报11949点升215点 大致成交有302亿 Samuel今天又再超过3000亿收市 看到市况仍然很亢奋 隔晚美股都做好了 因为那边后任的财长耶伦 中国人支持採大规模的援助方案 看到美股都做好 看到香港这边都跟到今早早 最多升341点 半天曾经收到70多点 冲击都冲不到去3万点 下午回来有ATM撑住 其实都是升300多点 差一点才升3万点 那会不会3万点在很大的阻力位 暂时你说可能去到这些位置 在高位整固的机会都会叫做有 你说即使3万点 叫做看着HIDO也好 但你说其后 都仍然叫做另外一个 比较近一点点的阻力位 就是说之前 2019年的时候 都曾经叫做一个高位 那里就叫做30280点 所以就变了其实你说30280点左右的位置 已经会叫做面临比较大的阻力了 所以今天来说 你会见到 即使有某部分的板块 都仍然叫做算是升得比较亢奋 例如就好像说一些 网上医疗 你说ATM类 和你说一些SAS 即是说微盟之类那些股份 是叫做升得比较劲之外 那些金融股 或者你说一些旧经济股 反而会叫做跌倒下来的 所以你见到 今天你说有邦 叫做回吐回3个多%下来 同时间你说一些 汇控和你说一些银行股 都叫做整体来说 算是叫做逆市向下的话 就叫做拖拖指数 令到大市 即使你说在一些 热炒股份上面 表现比较亮丽一点也好 但大市都是不能碰到3万点这个位置 今日最高位 是叫做去到29993 那就差7点 你说收市的时候 都是叫做差几十点左右 但整体来说 你会见到市场的市况 或者你说那个的气氛 仍然是叫做数日良好的 你说今天都叫做3000亿 虽然叫做少于昨天的跌 但其实都已经属于一个 历史的高位 同时间 北水马入的情况 你会见到淨流入的数据 都没有什么 一些很明显的减退 今天全日来说 来日录得淨流入就是202亿 比起昨天和前天 都叫做少了一点 但整体来说 你说有200亿的淨流入 其实都已经算是比较夸张 所以你说气氛上 又不会见到一个很明显的设置情况 同时间你说一些热炒的股份 都仍然是叫做跟着破顶的话 变成有很多的投资者 都仍然是叫做选择 要么就叫做有去 继续股价飘上去 要么就要顺势 破位之后要追货 暂时就未是叫做 有一些很坏的消息 令到大家要去到逆市套利 所以暂时这些位置 可以叫做再观望一下 看下来北水资金的流向如何 同时间你说美股 尤其是科技股的走势 都会给大家一些启示 昨晚来说 你会见到银行股 和科技股 个别都叫做出了一些业绩 暂时都相对来说 是叫做对板 今个星期三星期四 美国方面都仍然有其他银行股 叫做出业绩 到时看外围的气氛 是否可以 同时间你说美国方面的 耶伦领预计的利率走向 都偏向暂时保持低利率的水平 做一些救市的措施 偏低利率对于整个股市的走势 都会有些支持 所以暂时 你说起码去到中长线 暂时就未见到一个逆转的势头 你说短线间 在股市上面或者指数上面 有一些回吐 在三万点这些位置做的整固 我觉得都不出奇的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都说过两天 暂时是叫做 RSI去到80以上 这些超卖的情况 现在都叫做超过85 所以就要慎防一点 过往有一些叫做 炒得过热的情况 比如就像上一次 而见到有类似RSI超过80以上 这个时间的话 就要数到2018年的年头 就是说股市去到三万点流上 曾经叫做充高到三万三的时候 都有短暂的一段时间 是叫做超过80以上 RSI的水平 但是到上次 超买完回吐或者资金走的 时间和速度都会加快 所以在这些位置 尤其是这一两天 才叫做考虑追货的投资者 需要叫做留意 那短线 假设他们 可能要找回支持位的话 都是看着整个保力加通道 中轴的位置 其实都是叫做 十天线和二十天线中间 这些位置 所以暂时看一看 你说这些位置 看看是否能守得住 如果仍然是保持着 整个保力加通道的上轴 一路向上擴展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需要叫做担忧住 是的 后市 跟上Samuel刚才说的因素 看看 除了市况很兴奋之外 阿里巴巴有份帮忙 看到下午回来 是最多升近一成的 事源在去年11月开始 麦芸集团临门塔Q也上不了市 阿里巴巴的創办人 馬雲一直未露面 到了今天8节 馬雲終于首度露面 最后一个视频连线了 和全国100名的乡村教师雲见面 发表了线上的讲话 这个消息带动之下 之前大家都不想看它 今天突然爆升上来了 你有没有机会转势 Samuel 收市都升到超过8% 如果有货 又需不需要这一转吃了先 暂时去到这些位置 今天就刚好 真是完成了整个技术性反弹 譬如就好像你说 过去大家都叫做比较担忧着 一来 我们说蚂蚁上市整个 整个part line 就是讲一个时间点上 仍然是遥遥无期 同时间也都担心 会不会需要 因应要符合一些监管机构的情况 可能要将某部分 和科技有关的业务 去叫做分拆了出来 或者有机会有部分 需要去叫做给一些 国有的投资者去接管 那便分拼了他们自己 享受到那个盈利 这一样东西是近期 对于股价比较 慢局 或者叫做比较淡静一点点的 主要一个理担因素 其次就是 你会见到 可能ATM股里面 它都仍是叫做 跑输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们 可能监管机构 曾经点名 都叫做提过 他们旗下的一些平台 可能会叫做 受到一些调查 或者可能要做 整改 这一样东西是蚂蚁之后 上市不到之后 都仍然是叫做有 后续这些事件发生的 变成了整体 对于你说ATM另外 那两只股份来说 亚里的确是叫做比较 所以暂时 你会见到 可能过去这两个月 公司都没有什么 如何叫官方出的消息 出到来 马云也都是 没有什么叫做 尿过面 今天市场 借着一来的气氛 真的叫做比较好一点 你说 比如说 腾讯和美团 都是叫做破烊顶上去的 变成了你说 都叫做有条件 去叫做炒一炒 追落后 但是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还有没有条件看上去呢 大家都要叫做靠 来近一些消息发展 始终你说整个的技术走势 如果就这样看图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今天 都已经是 真的叫做算了 全部走 上一次你说 你去到去年 11月的时候 那个高位 大概是 309至310元左右的位置 你说去到 去到 近期 即是说 2020年12月尾的时候 曾经都叫做 碰过低点 那 假设你说整个 黄金反弹比 做了0.618的时候 那 就刚刚好 会捱在270这些位置 那其实今天的高位 就是叫做 碰了270元 那 如果你说 要量度一些弱势的股份 你说做技术性反弹的话 基本上 它已经叫做 走到 0.618这个程序 那 变了你说 未来还有没有条件升呢 那 要看回他们 一些基本因素 但整体来说 如果你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消息来说 我觉得都仍然叫做可以炒上去 因应 即使你说 之前提过 一些负面的政策 或者一些监管的问题 譬如好像说 反弄断法方面 虽然就没有一个改变 即是你说监管的这些条例 仍然存在 但其实投资者 在牛市的气氛里面 那 既成就会叫做 比较差一点点 那就不会太介意一些 短暂的负面因素 见到你说过去这两个月 监管机构都没有再怎么出声 说要整改这一堆的方向巨头 那变了一堆掉头 继续去炒这些股份上去 那也解释了 为什么过去这几天 其实美团和腾讯 都已经算是叫做 亡却了这些负面因素 继续破顶的了 所以你说 阿里可不可以 都叫做用同样的方法 拉回股值上去 我觉得都仍然是叫做有条件的 所以 去到这些位置 有货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叫做拿着先 但是你说没有货的 要追在一个技术图表上面 我会叫做看看 好不可以叫做 站在270元留上这些位置先 才叫做考虑再追 否则来说 你说之前有货的 见到270元穿不上去 开始叫做掉头走的时候 都反而要叫做 take profit 吃了之前那一阵的壶先的 阿里巴巴今天才发力 悶了这么久 除了他之外 反而微盲 承發了一段时间的力 见到 勢都挺强的 連升五天 有指他 或者会立入MSCI 见到今天股价都创了上市新高 主动买盘都超过六成 见到他累计都升了超过四成 这几天 收市都升了一成半以上 报25.65 见到SARS股大涨 这一只会不会被看高一线 高桌又行不行 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 他自己的基本因素 就没什么太大变动 大家都是炒着他 靠着微信小程序那些方案 或者你说叫做客户解决的一些办法 就希望可以扩大到 他们未来的市占率 和他们可以参与到的生态圈 譬如说之前有 一些普通的商业 就有机会转型 将一些新鲜蔬菜 或者一些新鲜蔬果的业务 都拿回来做 便有你说 多元化的程度 就令到近期的行业 都看得挺好的 但是估值上 或者你看到的目标价 和现价的水位 就不是真的差很远 最多都是看得到 26、27元左右 所以 以这一刻的估值 我就不是太敢 再去追着 始终过去 由一月起 其实他的RSI 都已经上了80流上 属于一个真的严重 超买的情况 无奈地 你说北水 都仍然是肯数的 憧憬着 MSCI 之后 有被动资金 开始被迫追回货 但这件事 属于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今天 你说最高位 去到RSI 又去到92流上的水平 所以 这些位置 在图表看上 算是很漂亮 但是 仍值不值得追 那风险 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你说不怕 或者真是承受到 仍然可以 叫做有条件 顺着势炒上去 你说破顶之后 向上推 那个动力 仍然会在 但是你说 回调的时候 可不可以叫做 走得迟呢 这一件事 大家需要看实一点 目前它的估值 大家估计它2022年 收入方面 都是赚大概是40亿的人民币左右 对应起 他们现在 有这个市值 大概是差不多 你说去到 600亿的港元 变成了 其实你说对起 一个比高估值的市销率来说 都已经有15倍了 其实算是比较夸张一点 过往你说比一个ps ratio 的话 都是看着最乐观 比10倍以下 你说更加 如果以PE来说 就更加不用说 都是叫做几百倍的了 所以尽量 那些行为了 网络的价格 叫做比较合理一点 都是用市销率来看 但是你说现在 2021年的市销率 都已经去到15倍的话 其实就真的不便宜 所以 这些位置 还可不可以再追呢 我相信大家都需要 自己考量一下 风险的承受能力 够不够 是的 这个强就还很强 但如果要追的话 就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在 大家都可以参考Semir的意见 谢谢Semir 你这么详细的分析 跟你申报 刚才提到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再见